在上面第13、14頁裡面找一下 然後執行的話一定要按照順序 就是先執行的話 一定是要先執行什麼 一定要先執行這個 這個住宅 先把資料先下載之後 再去執行插入欄 你不要執行插入欄 因為沒有資料 你插入欄會插入空白欄 那都是 錯誤的資料 所以順序可能要 是正確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就是有提到的 OK就是 我們如果 希望把那個前面做過的那個歷年切到 折線圖有沒有 各位應該還記得吧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其實先做 樞紐分析表 再做樞紐分析圖 所以其實要怎麼樣可以讓它自動化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是這樣 你可以利用那個什麼呢 這個開發人員裡面的那個 錄製聚集 可以先把這個先錄下來 然後再錄這個 再把兩個串在一起 就會是得到這樣的結果 OK各位有沒有發現 蠻方便的 以後你要看什麼 折線圖按一下 自動化出來 它會把舊的刪掉 然後產生新的 所以一個表 一個圖 那首先 另外還有一個比例圖 有沒有 就是一個表 一個圖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畫什麼 你就再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 自動就跳出來了 那甚至呢你可以把很多個表 很多個圖放一起 各位 當然也可以啊 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所以喔 你們將來 期末報告部分 我是希望 可以結合幾個啦 第一個是 爬蟲 第二個的話 就是 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 表 跟樞紐分析圖的 這個自動化 大概是這樣子 最好是很快 你馬上秀什麼 馬上可以看到結果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當然第一個 還記得吧 我們這個地方是用那個 樞紐分析 表 那做的方式呢 我是建議 你可以 先 把它彩排一下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如果不記得的話 可以把前面的影片 稍微再 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那我大概彩排過之後 我就直接來錄影 那錄的方法 第一個游標先放在 這個範圍之內 按下插入什麼 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範圍OK按確定 然後先把年拖拉到列 對不對 再把年拖拉到值 不過我建議喔 錄製這個聚集的時候 發現一個問題 好像直接拖拉到列 再拖拉到值 那錄下來的聚集會發生錯誤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 直接把年拖拉到值 再把年拖拉到列 然後再把什麼呢 把102、103隱藏 隱藏的話 是在列標籤旁邊這邊 有打勾取消 這樣就第一步喔 OK 那我們 假設 已經做完之後 我們來改改看 那怎麼做 第一個 開發人員裡面錄製聚集 然後聚集名稱的話 叫什麼 叫樞紐表 樞紐 按 比較短一點 OK 當然你也可以打樞紐分析表 我省了兩個字 OK 按確定 那因為我之前已經錄過了 所以我直接按確定 他會問我要不要取代 我把它取代掉 是 好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直接插入 樞紐分析表 然後按確定 OK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就把年拖拉到值 再把年拖拉到列 OK 再把102、103隱藏 隱藏的話就是打勾取消 完成了 OK 總共大概幾個步驟而已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年拖拉到值 年拖拉到列 然後 102、103隱藏 大概這幾個動作 然後開發人員停止錄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如果把它刪掉 這個把它刪除 如果我們可以看劇集裡面是不是有樞紐表 的一個 聚集有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當然你如果現在執行一定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錯 真錯一下 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出錯了 那 主要呢 你錄完的那個聚集放在哪裡 你們可以看一下 在 聚集 裡面的樞紐表 那其實最關鍵的地方來了 接下來我要怎麼樣把那個 他 可能執行會出錯 讓他可以正常執行 而且 可以幫你把你要的結果 剛剛要的東西 自動再跑過一遍 那是最重要 所以 按下樞紐 樞紐表 編輯 那首先的話要改哪些地方 可能你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關鍵的點 我習慣把上面這邊拿掉 Z掉 那第二個的話 把這一行拿掉 這個什麼 Application 什麼 Cup Copy More 等於4 這個不需要 好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第一行 這邊可以下一個 註解 單引號 這個也許1 1做什麼 這個的話就是 序詞點add 是什麼意思 序詞是工作表 add是新增 白話意思是新增工作表 好 那新增工作表之後的話 其實理論上 他會給一個名稱 預設叫工作表多少 後面一定的數字 所以理論上我的習慣會在這邊 add之後呢 把他的工作表名稱 改成我要改的 那個名稱 這個 程式該如何寫 其實蠻簡單的 你可以基於一個 物件名稱叫 Active 例如 目前活動當中的 工作表叫 Shit 一個而已 所以不會加 S 的名稱 .name 他的名稱 叫做什麼呢 也許叫什麼 歷年 竊道 我直接拿這個來call 你們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的這邊 第14頁 就這個名稱 其實就這一行 黃色字的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 我是在這邊 新增工作表 把名稱改一下 然後改成這一個 叫 歷年 歷年 竊道哲線圖 好 這個第一個ok了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改 底下的有一個 叫做 Table 什麼 有一個參數叫 Table Destination 他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名稱叫什麼 工作表22 我建議你直接把工作表22 金燙號 如果你不是工作表22 你直接把這個 Delete掉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名稱會不斷變動 所以如果你固定工作表多少的話 那這一行程式理論上會出錯 OK 大概改了 我剛才改幾個 先增加名稱 然後把 Table Distance 這個如果你假設 不太容易記的話 你可以 參考一下什麼 參考一下雲端白板第14頁 或甚至你可以把那個剛剛的 R3 C3 這個名稱你比較不好理解的話 其實R就列啦 C的話就是藍 實際上這個就是A3 這個C就是A A藍的意思 R3的話只是三列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子 叫Range A3 OK 這樣比較好理解 這個地方可以改 所以基本上 改這個 改這個 OK 那再來底下這個什麼 序則工作表 22.10 這個一定要刪掉 因為如果你沒刪掉 他將來會下一個 這邊24 所以永遠會增加1 所以這個一定不會 這個一定會出錯 我先把它註解好了 不然等一下 還有哪一個儲存格 這兩行可以把它暫時 可以把它註解掉 不過其實還有哪一些 還有這個WIS 到ENDWIS 這些都是預設的 預設的那個設定 這些我建議你都可以把它刪掉 記得 從第一個有WIS到ENDWIS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好 那這樣的話 底下就清爽多了 那也就是說 這樣子基本上就OK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錄完之後呢 我把它增加了這個 他的工作表名稱 然後 Table Destination這邊 把它改成哪一個儲存格位置 應該放這裡 意思是說 樞紐分析表要放哪裡 然後把 這個底下的 這個兩個刪掉 然後 第一個WIS到 第一個ENDWIS把它刪掉 中間這一段把它刪掉 那留下這些應該就OK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 來弄弄看 看這樣不不OK 其實 已經變得比較清爽了 再來的話 要確定它能夠RUN 所以我把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重來一下 OK 那我們來跑跑看 理論上一般 如果不確定的話 會按F8 先Add 這個就Add 有沒有看到 Add 它會出現什麼效果 新增一個工作表 新增一個工作表 名稱叫什麼呢 你看現在叫工作表24 下一個工作表25 所以一直跳 沒關係我把它改名稱叫 歷年切道哲線圖 有沒有發現 這一行 把它改完之後 它的名稱就 放到這邊來了 所以這一行蠻重要的 OK 然後 把它放在 A3的位置 所以這個叫Table Destination 這個就是你的 樞紐分析表要放哪一個開始 你會發現A3 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放A3 我放A1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OK 所以你如果要改 沒關係 再來底下的話就是 放在值 這個應該是放在值的地方 所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把它放在值 再放在列 有了 然後再隱藏 102 再103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就OK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就把 樞紐分析表給改完了 但是 如果我下一次呢 再去執行它的話 比如說我要切回來 我再執行它 你會發現 會遇到 一個問題 這一行一定會出錯 為什麼出錯呢 這個名稱 跟 這個名稱有沒有 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在一個 Excel的工作部裡面 不允許 有一樣的名稱 所以它會出現什麼 該名稱 已經存在了 有沒有 所以它跟你講說 你可不可以 不要取一樣的名稱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錯誤 其實我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在這個上面 可以多寫 一個判斷式 這個判斷式 你們可以 參考雲端上面的 第14頁這邊就有 就是這個 1的部分 乾脆把這個 複製一下 1跟2 Ctrl C 然後呢 把它貼到這邊來 這個判斷式 就是說 你去幫我檢查一下 就是呢 在這個工作部裡面 有沒有叫做這個名稱的 有的話呢 那就幫我把它 Delete掉 Delete蠻簡單 就是 打一個 工作表 點Delete就好了 所以它檢查一下 那我們檢查看看 檢查有沒有 第一個是不是 第一個就是了 所以是的話呢 它就幫我 Delete掉 然後離開這個 回圈 有沒有 這樣在新增的時候呢 就不會出錯了 所以呢 把這一個判斷式 這個回圈加上去的話 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什麼 防呆 防止你程式出錯 OK 你如果不貼沒關係 但是你要記得 你要執行之前 一定要刪掉舊的 不然會出現 命名的問題 OK 好啦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改的部分 最重要是把第14頁的 這個判斷式貼上來 其他的話就自己再加上那個註解吧 註解的話不外乎就是 底下這個應該是 算是第3吧 第三就是 拖拉到 10吧 這個應該是拖拉到列 這個拖拉到列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隱藏 隱藏應該是這個 第5應該是 隱藏102 跟103 那就OK了 請各位試試看 我把畫面 再停止廣播一下 OK 那剛剛的那個程式碼 你們其實也可以參考雲端白板 上面的 第幾頁 第14頁 錄製樞紐分析表 與修改 雲下 這製樞紐分析 免